hello大家好我是所长 今天我带来一台全新的便携咖啡机 忘了说我们的新的slogan了 咖啡杯万事OK 好回到这台Hero便携易脆咖啡机专业版 像这类的便携咖啡机我们不是第一次测了 之前测过几个不同品牌的不同大小的 这个的体积算是比较小的那一类 分量也不是很重 塞在包里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它的整个外形跟它自己家的便携摩托机小锐 黑色是不是特别像 上半部分是非常像的 包括充电口和这个按钮我觉得都有点像 下半部分这里就是全金属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像手环一样的一个橡胶套 防滑的也可能是防烫的 把这里打开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它的这是分水网 这里面就它的粉碗 这应该是51毫米的粉碗 它官方写的是万元级咖啡机的粉量 说明它应该能装比较多的粉的 但我们来试一下 底部呢这里有一个橡胶垫 这里有个出液口 把它拔下来的话就可以直接看到粉碗 所以它也可以达到一个无底粉碗 萃取的一个功效 现在便携咖啡机发展也蛮快的 我觉得用它来萃取的话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卖点是 它可以冷热水霜加热 这个是我没有见过的 之前用过很多的便携 它们必须在插上电源的时候 才可以输出热量 一旦脱离了电源 你就必须要倒热水进去才可以萃取 那这可能是以往这一代产品比较激烈的地方 它说它解决的其实我还蛮期待的 我们来试一下吧 先试一下常规的热水 然后我们接一下粉 仔细接粉环一起放上去 这是165克 龟零就用它 这是我们平常直接上一时机做的刻度 就不用瓢了 豆子能用的是我们中度烘焙的明光芯 这是18.1克 这已经是我们常规58毫米粉碗的 咖啡机用的一个粉量了 来试试看吧 压粉漆跟接粉环是完全匹配的 所以你可以直接套着接粉环往下压 这样的话粉几乎是不会掉出来的 这样我们就压完了 边上有一点点的粉给它拨进去 然后给它拧上去 这里要拧紧 打开盖子 这里有一个50和一个70毫升的水位线 最高的话是70多一点 肯定在75万 18克的咖啡粉 假设我们要催36克的咖啡 再加上一份的水被粉饼吸掉 18乘以3 54 我们注个50毫升多一点 水烧到了90度 我们注一个50的线高于一点点 因为这类咖啡机还没有办法定量 定杯量还暂时做不到的 热水煮完以后我们就可以萃取了 然后它现在是没有一个支架 我看他们后面是有卖这个支架的 但是我没有 所以只能用这个杯子手持一下了 双击 好 开始了 咖啡出来了 就是它前面会有一个预浸泡 你萃取效果还可以的哦 哦 自动停止了 这可以放它了 哦 勉强 趁一下萃取来多少浓缩 感觉应该差不多稍微少一点 我们萃取了31克 也就是我们下次水量可以再加一点 哎呦 忘了看它浓缩的状态了 它刚萃取出来的整个浓缩的状态 感觉还是蛮不错的 就是有半自动咖啡机做出来的 那种油脂CREMA的感觉 哦 可以哦 能在不插电的情况下 喝到这样的浓缩 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一杯的浓度感觉 还稍微比正常的浓缩稍微偏低一点点 它的口感是一个比较薄的浓缩 然后刚刚看它的流速呢 感觉它还可以压的再慢一些 所以我们再做一杯 它的官方介绍的电池续缩还是蛮长的 如果我们不插电的话 可以做两三百倍的浓缩 只需要施加压力嘛 如果是自加热的话 只能做四杯 是少了一点 但是已经很不错了 尤其是露营啊 或者户外的这些场景 能有一杯热咖啡 达到这样的浓度真的很少了 哦 21 21好像太多了 20吧 我们20试一下 压榨一下 看它行不行 我们换个杯子看得更清楚一点 这把我把温度调到94度 前面是手冲了90度 忘了改了 所以它的温度也会低一些 这次注水注到70不到 应该是60多的 我刚才忘了 其实我们水温确实应该高一点 因为整个容器它会带走一些热量 除非你给它进行预热 我们就当第一杯是预热了 然后咱们第二杯 然后这个浴镜泡出来的量会明显少了 而且颜色更深 有一点点滋 滋的不多 但是整体的流速还是挺好的 我这个还挺好看的 整个萃取状态看上去还行 到后面有一点点白的液体出来了 拿个碗吧 没有支架就是会尴尬一些 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浓缩的状态 这个跟咖啡机出来的油脂状态是差不多的 这个更像了 它的温度 还有它的整个浓度都有所提升之后 整个浓缩的口感还是可以的 就是这支我们中度烘焙的豆子呢 它的柑橘巧克力的风味都有出来 可以啊 所以这个专业版还是有点东西的 我们来试一下它自加热吧 它就是敲粉饼不是很方便敲 因为没有边缘 所以粉饼很容易卡在那 清洁机器还是比较方便的 因为水箱里面是干净的 就把下面的这个粉丸取下来 然后如果你用的次数多的话 或者分水网脏的话 那个也是抠下来的 还算是比较方便的 9.9 刚是20.1 插了0.2克 拿出我们的农夫山泉 它冷水的操作跟热水有点区别 热水直接双击 它就可以开始萃取了 冷水的话我们需要长按 然后这里显示一个加热的标志 三个烟 它就开始加热了 然后需要等待 让它忘了计时了 说明书上写的是 会持续加热三到四分钟 到达温度后 会停止加热直至灯熄灭 好了 这个时候它是不会直接开始萃取的 它可能怕直接萃出来 会有一些意外 然后来了 这样水就差不多出完了 现在唯一的毛病就是缺个支架 温度还是蛮烫的 整个浓缩状态跟我们刚才做的那个看上去差不多 Creamer也OK 这个会更酸一点 这个温度应该是介于我们刚刚的90度跟94度中间的那个温度 算算甜甜的还不错 我来看一下它的价格 它的日常时间是1099 双11叠加满减之后减了100多块钱 我不知道它平常多少钱 最后来简单的总结一下这台便携咖啡机 对取的功能上大家都看到了浓度还是蛮高的 可以说在同类的便携电动咖啡机里面 这个应该算是比较优秀的表现了 操作简单提计也不大 如果说我去买它 它最吸引我的点就是自加热 这个真的非常重要 有的便携咖啡机没有加热的功能 到了户外你没有热水的时候 你要先烧一壶热水 这个其实是蛮让我去打消做一杯咖啡的念头的 那用冷水的话肯定不是很好喝的 虽然只能做4倍 但是有比没有好嘛 质感也挺实实的 说缺点吧 应该标配一个支架 你看我这个无处安放的咖啡机 萃取完之后它会有一些咖啡 你放桌上也不是 你放杯子嘛 不是每个杯子都能放得下 建议标配支架 其他没啥了 这就是这一台配肉玉碎便携意识咖啡机专业版了 大家如果去买的话 可能会有优惠 怎么优惠 评论期里我跟你们说吧 那今天我们就测评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